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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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玄玲领 领着不太成熟 又比较懦弱的太子李志看守大本营 可以说是正式闲决局防 李施民临走的时候告诉黄玄玲 朝中大使小情 你都可以全权决断 不用事事请示 你只要供应好粮草 让我专心灭了那帮高黎仔子 可是李施民还在前显呢 房玄玲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有个人跑到朝廷上举报说有人要造反 房玄玲当然要亲自不问 是谁要密谋造反 那个人也挺胆大 密谋要造反的就是你梁国公房玄玲 房玄玲一看自己这个主神法官变成了被告 也是哭笑不得 但又不敢自作主张 就让他人通过驿站去前线见皇帝 走驿站是由官府提供食宿的 于是这个人好吃好喝一路走来 在向周迎头遇到了李世民 李世民一听房玄玲送来一个有机密事情汇报的人 不然大怒 下令手下拎着长刀 站在自己身后做好准备 然后召见那个告密者 是谁要造反 那人回答 房玄玲 李世民牙缝里蹦出两个字 果然 马上命令身边的长刀武士 腰斩 这时候我们就不能不佩服唐太宗李世民 果然英明神武之人善认了 他甚至已经预料到了来人 就是控告房玄玲谋反的 这件事要大的通天 而且是房玄玲不能处理 不敢处理也不好意思处理的 房玄玲为了表示自己心底无私 这才会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到我手里 郑辽东没有取得全胜的李世民 正憋了一度的火气 那个告密者就来触眉头了 腰斩了告密者之后 李世民于怒未消 马上写了一封信 并盖上自己的玉玺 狠狠地训斥了房玄玲一顿 这是推卸责任不肯实心认识 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处理 别老是来烦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